有全球短片奧斯卡支撐 到法国克莱蒙废红国际短片展登场 台湾作为今年主题国 推出八大单元67部短片 呈现导国丰沛创作能量 台湾是一个大富贵的 所以我们觉得完全无限 能够在康复 能够在国家的兴致 能够在我们展示 这些美丽音乐、这些艺烈丽音乐 这些年转的游客 是一样的零丽音乐 一样的大品化 一样的迷人化 一样的重点运动 台湾是有很多事情 为了能够很长的作品 在回来的台湾 我说到我的朋友们 现在必须要做这 有什么事 有种沉默的 主办单位为打造沉浸式的台湾盛会 也邀请驻法厨师制作台湾套餐 驻法代表吴志忠在致辞时 感谢主办单位对台湾的支持 强调共有的自由民主和创作价值 并期盼透过影展 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的多元面向 法晚中心主任胡青芳表示 台湾电影在法国其实是一个品牌 但多数台湾人并不知道 自己拥有的影视实力 直到这样的一个国际场头 我们才知道说 其实我们小小的台湾 有这么大的一个文化的能量 那其实我自己身为台湾小孩 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非常的骄傲 而在市场展中 台湾馆演示活动焦点 在展摊举办台湾交流会 众多影视创作者 影展负责人到场 在品尝台湾美食 同时讨论合作的可能 导演赵德义也受邀 单月掌施 台湾的短片非常非常厉害 就我讲的 不太规矩 然后我们做艺术就需要不太规矩 就是要叛逆 然后要无知无畏 然后这些我们台湾的短片里面都有 台湾的声音可以跟世界接轨 然后让大家更了解 就是台湾的食物 台湾的电影 台湾的优秀的电影工作者 我觉得这是电影节 就是很大的一个 担任很大的一个介绍的一个角色 然后希望这样的活动 可以继续继续下去 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电影人 可以被世界看见 台湾短片呈现台湾精选 惊悚片 修复片 效率创作 VR 等共64部影片 大卫竞赛单元 也有三部作品入围 借这次的影展 让更多台湾电影人被世界看见